未来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宁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繁荣农民工诗歌创作,歌颂新时代农民工的勤劳质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7月13日下午,第四届陕西省农民工诗歌朗诵会,林卫在区诗歌作品评审会,在林卫区文化馆举行,此次活动由陕西省文化厅执导,未来市文化馆电新闻出版局,林卫区委宣传部,区文化馆电剧主办,区文化馆,区文艺创作是联合成办。 本次农民工诗歌朗诵会自2018年5月开始征集作品,截至6月底共征集反映农民工题材的诗歌作品27件,评审会邀请到了中华诗词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编剧协会,未来市诗诗协会,未来市作协,入林卫区作协等专业人员,担任此次活动评委。 评审会由林卫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主持,经过评委会三个小时的评审,共评选诗诗歌作品,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有一名,大赛组委会将于近日举行第四届陕西省农民工诗歌朗诵会林卫区的朗诵大赛及颁奖典礼。